在經過剛剛無程式的介紹之後呢 我們記得來進入到第一個模組 加熱製程 加熱製程 那再進入整個加熱製程呢 我們回顧之前我們講的 Silicon有一個熔電 1414度 超過這個溫度 錫晶圓就會融化 因為錫本身也會融化 所以整個加熱製程的溫度基本上 不會超過1200度 一般不會超過1200度 因為只要靠近1400度 它可能開始變形 晶圓在我們界之前 不是說融電 不要到我們的沒事 接近它 它可能就開始 怎麼樣 就軟化了 一軟化之後呢 晶圓可能就會扭曲 就會變形 所以整個溫度呢 基本上 基本上不會超過1200度 而我們這邊講的加熱製程 指的是溫度高 大約超過400度以上 400度到1200度C左右 因為在半導體製程的設備當中 絕大部分的製程設備都有加熱的功能 只是那些溫度可能都在300度內 而會特別使用到特別高溫的加熱製程 我們可以說高溫製程好了 我們這邊這個當然主要講的是高溫製程 而在整個溫晶圓的製造過程中 剛剛講的融電是1400 1414度 可是在晶片的製造過程中 會使用到高溫製程的主要有四個物力 一個就是擴散 擴散通常就是殘雜物的擴散 第二個氧化 因為之前介紹過 系跟空氣中的氧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可能容易產生出一層二氧化性絕緣層 所以氧化呢可以讓半導體材料 氧化成一個絕緣的材料 再來就是層積 浮墨的成績 浮墨的成績需要高溫來促進化學反應 要化學反應才會形成浮墨 所以通常需要高溫來達到浮墨的產生 因為一般的原材料是氣泥 而氣泥通常氣泥如果溫度低的話 它是不會產生化學反應形成浮墨的 它必須要高溫的反應下才會形成浮墨 再來退火 退火通常是怎樣呢 你的半導體資產當中 如果會有破壞 氣泥裡面原子結構或是原子間也不會破壞掉 你要再把它修復回來呢 就需要退火 退火就是一種高溫熱球力 你只要溫度高 宅子才可以獲得足夠的能量來移動 而移動呢它就會從被打壞掉的位置 再恢復到氫格點的位置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嘛 氣原子它是按照氫格去排列的 是到氫格去排列的 它如果不在氫格點的位置上 就需要給它的能量 讓它跑回氫格點的位置 這就是修復 所以退火本身是一個修復的作用 修復金額內缺陷的過程 所以擴散是蒼雜物的擴散 氧化是產生絕緣成 沉金是產生浮墨 退火是修復 放到你製成過程中 你上面的單機材料產生缺陷 你想要修復金額的時候 這個動作就叫退火 那整個加熱製程當中呢 分別有所謂的硬體設備 這硬體設備其實呢 高溫的硬體設備主要有兩個 一個叫做高溫爐管 Burners高溫爐管 另外一種是單片製程 我們叫做RTD快速加熱製程 所以呢 目前的高溫加熱製程 主要有兩種強敵 一種就是爐管 那爐管一次可以進 一核甚至兩核晶圓 可以就看爐管的長度 爐管長度越長就可以進 越多的晶圓裡面作業 所以這種同時可以 同時可以進行兩片以上晶圓的製程 這個我們稱之為P量製程 就一P兩P的P P量製程 P量製程 因為它一次就可以進一整個晶圓 一次就可以進一P的晶圓 這我們稱之為Batch Time Batch Time P量製程 那它有一種是單片製程 Single Waver Time 就是一次就是一片 一片做完之後再換下一片 所以它的槍體很小 P量製程它的槍體大 它的槍體 它的槍體大 它的槍體大 單片製程它的chamber小 它各有各的好處 P量製程的好處是什麼 成本力 我通個晶圓 我一次就進行25遍 50遍 一次就做完25遍做50遍 那 單片製程呢一次只有5遍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一旦出刺 不會大家一起死 比如說如果製程 進行到一半 突然之間機器出現故障 或是突然之間有地震 哇一回 一回我全家 整拼就一起回 那單片製程一次就一片 一次就一片 但是單片製程一次一片 你會覺得好像很慢 不如一次可以做25遍 但是因為單片製程的體積 強迷的技巧 我要升降溫的速度就可以 比較快 因為體積小 熱容量又低 所以你要升溫所需要的熱 就可以比較少量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升降溫 所以單片製程呢 它都是搭配什麼呢 它可以快速升降溫 快速升溫 也可以快速降溫 所以我們稱之為 ready thermal process 迅速的熱處理 簡稱RTP 一個字 RTP ready thermal process 快速熱製程 快速加熱製程 快速加熱製程是個單片的製程 因為它嗆挺小才能夠快速的 升溫快速的降溫 那假設是如果晚了 這麼大一天 你要升溫就要半小時 降溫需要六小時 升溫不快 降溫不快 升溫就是 趕快加火 大家如果是炒菜 如果今天我要加熱 我的炒菜鍋 我要升溫快一點 就是把火開進去阿里 好對不對 然後假設我今天去開學 哇很熱很熱 那我降溫怎麼辦 我已經都把火關掉了 然後呢 把它慢慢慢慢的降溫 所以 降溫很慢 如果你的降溫很慢 你不要跟我說 你可以丟冰塊一點去阿 你會被老闆打死 降溫很慢 而 整個降溫製程當中呢 最早最重要的製程就是氧化 什麼是氧化 就是氧跟氧 產生化學環境 結合形成間接 會產生一個天然的氧化學 叫二氧化學 二氧化學非常的好 Silicon 是可以所成為現在製造 機體電路的最主要材料 除了它便宜含量多之外 它更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氧化學 是一個熱紋定性非常好 非常堅硬的界限值材料 所謂的界限值 你可以想明就是絕塵 界限值就是絕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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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嗯 我覺得就是絕塵 然後呢 它很容易可以透過高溫的過程當中 形成 那這次吸收完 IC 產業主要半導力 材料的主要原因 因為它容易氧化 而且氧化出來的末末 熱紋定性很好 熱紋定性非常的好 所以回到這個 晶圓晶到烏承室之後呢 它就可以去經過熱紋定性 所以我們來先介紹這個模組 熱紋定性這個模組 那加熱的過程呢 所使用的爐管 我們就稱之為高溫爐 Burners 高溫爐 在機體變度的製程當中 已經沒有在於擴散 擴散是比較早期的名詞 因為早期 半導力的燦炸 機體變度的燦炸 套的是擴散的這個動作 但是現在都改進 改有離子模式 也就是說 不再是使用高溫 然後呢 都可能從表面慢慢擴散進去 已經不用這種技術了 只是 只是以前是有這種技術 所以通常高溫就比較擴散 但是現在基本上 不太使用擴散這個動作 所以就 高溫就比較高溫 那高溫有分什麼呢 水瓶的跟槌子的 水瓶 就是爐管是 長崖的水瓶擺放 跟槌子擺放兩種 水瓶擺放跟槌子擺放 有分兩種 那高溫爐必須穩定 均勻精準的溫度控制 低微粒汙染 高生產率可高度 以及低成本 背貌 就是能好的家 那你有沒有 穩定性好 均勻度高 精準的溫度控制 低微粒汙染 高生產率可靠度 以及低成本 都被他這樣走 那你有背貌嗎 有點像背貌一樣 能好的地方當然盡量好 能要求的地方當然盡量要求 因為你是花血來乳管 那爐管整個加溫爐管 整個高溫爐呢 基本上你可以分為五種套件 這五種套件分別有 控制系統 其實就整個電燃花當中 你要輸入子力的地方 它要去控制每一個機器 該做工作的控制 還有呢 爐管本身 這就是槍體 槍體 再來 在高溫製程中 你需要用到氣體 你的原材料就是氣體 所以就需要有什麼呢 氣體輸送進去 跟進去反應完之後 要把氣體給排出 以及怎樣呢 晶圓要進出的 裝載晶圓的軌道 主要可以分這幾個 所以 整個爐管的過程 它所有政府的基本要件 我們 我們把這個畫出來看 好 這是個爐管的實機拍攝 大家可能 看不出來對不對 沒有真實看過爐管的舉手 好 大家可能看過 好 有看過爐管的舉手 好 好 好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 所以看了馬上不在幹嘛 如果在裡面啊 還沒出來啊 如果一生你覺得 加溫就在這個牆壁裡面 加溫啊 他要拉出來才行 所以 看一下我 看一下我都放在這個身上 然後 還有我兒子 下集再透過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也許多人 中文字幕提供 好 首先 哇 這個已經直接放在 YouTube上面教學了 好 首先一根爐管 一根爐管我剛剛講過有幾個系統 首先會有什麼呢 我先用卡通圖來瞄數一下 剛剛做這樣 先看一下 一個爐管 會有一個控制界面 他控制誰呢 他要控制 槍櫃裡面的溫度 跟氣體要怎麼輸送進去 怎麼排放出去 還有承載晶圓的系統要怎麼移動 所以 所以有幾年進出爐管 本身控制跟裝潮 所以如果你爐行來看的話 就像這樣 這是一根水一根管子 然後晶圓要製造 要放進去爐管裡面 就需要一個承載系統 晶圓要放在承載系統之後 放進去 那通常用什麼來去裝晶圓呢 一定要是一個熱穩定性非常好的材料 因為剛才過爐管 這是一個加熱機程 它的溫度甚至會上升到1200度 所以承載晶圓的東西 那個東西的熱穩定性要很好 而通常用什麼呢 會用十一 或十一 十一就是單靈的二氧化形 那 十一呢 做成的這個我們稱之為 金周 不 金周 周就是出版的意思 青周已過萬聰山的周 因為它是裝的 它的乘客不是人 是晶圓 所以這個 這個承載轉子就稱之為 金周 早期是用金周啦 現在就直接是一根 一根過來了啦 因為早期只有 只有一小船 結果早期我們在大學 在做四吋晶圓的時候 有一個小金周 晶圓放上去25片之後 再把金周慢慢的 往裡面推 那現在是直接一整個 十一的承載機座 所以 所以這裡應該會有一個承載的裝置 這個承載裝置 你就是要用控制面板 控制 什麼時候要出來 什麼時候要進去 而 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管口 管口的開關叫打開 管口打開之後呢 晶圓才會拿出來 或是才可以拿進去 那晶圓完全進去之後呢 管口就會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呢 它裡面會通的氣 然後開始加熱 它是利用加熱線圈加熱 而一般乳管呢 一般乳管至少會有三組加熱線圈 分別在哪裡呢 管口 就是進出的端臉 管尾 通常氣體是從管尾吹進來 管尾 以及怎樣呢 中間放置金門的地方 那就是因為管口 外面是室溫嘛 所以管口這裡的溫度會比較低 管尾 因為外面也是室溫 而且氣體從這邊吹進來 氣體吹進來會涼兩根 就像不會吹電風扇一樣 氣體吹進來的地方 是兩個 所以呢 這個溫度會比較低 所以真正加熱到一千兩百度 我們確認 晶圓要遭受到一千兩百度的高溫製程的時候呢 你們要確訪是晶圓的第一片到晶圓的最後一片 這段區間是穩定的一千兩百度 就OK了 投尾因為晶圓不在投也不在 它在中間 那當然一般都會怎樣呢 一般都會在投尾的局部地方 點風保濕跟乳管中間 一樣的溫度 現在的機態做得越來越好 它維持溫度平淡區 越來越範圍很大 範圍很大 其實說穿的你只要把線圈 你越有錢就纏得越多一點嘛 或是越均勻越長一點就可以了 越均勻越長就可以了 所以會有控制系統 控制什麼呢 控制這個承載重置的進出 控制這個加熱線圈的升溫 控制氣體什麼時候要進來 什麼時候要排爆 就需要這個控制系統 所以回到剛剛的影片 這個就是一個控制面板 這就是一個控制面板 然後呢你會看到 剛剛講的加熱線圈 可以將乳管分為三個區間 有頭 有尾 有中間 然後你會看到 現在它設定的溫度 都要600度 下面這個是設定溫度 上面這個是10計裡面 溫度計 Stomocato 一般是用Stomocato來測溫 你就像是有溫度計 然後溫度計測出來的溫度 你會看到 哇 這裡599 596 601 最高溫最低溫只差 5度而已 會不會覺得 我不知道這樣子嚴重是不是 哇很好啊 基本上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等一陣子 通常它裡面會設定 到底這三個溫差小於多少度 它才可以開始進行製程 才可以噴清 這可以設定 這可以設定 所以如果升溫的時候 大家有知道 升溫有時候不小心 可能會升過頭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升過頭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加熱性率功率就會下降 等它慢慢的再降溫 回到穩定的溫度 所以如果呢 它的升溫通常會overheat overheat 或者是說 太到的時候呢 你會 加熱的功率就會下降 把它慢慢穩定的上去 但是總會先有一段穩定溫度 當溫度都穩定 功率也穩定之後呢 它可以開始通氣 而這時候你可以控制 你要通的氣體有哪些種類 有O2 有N2 還是有什麼氣體 就看這個爐管 配了多少個氣體管建進去 可以用控制面板來控制 它可以控制 我溫度到來指負的時候 在多少時間內 通什麼氣體 然後這個氣體要通多久 要關掉它 通的氣體 這些都是控制面板在幹的事情 所以嚴格說起來講 控制面板就是一個程式 從第一步做到最後一步 乳管的第一步到最後一步 全部都寫成程式 讓你氣體去執行 操作員只要在面板端控制好 把你要的過程全部寫進去 按下去 它就自動 它就自動被做 它就自動被完成 三腿 三腿 這個 這是裡面的程式 然後程式裡面幾句 就會寫 各種的時間內容 什麼氣體 比如說這個 它每一個程式 它每一個都會告訴你 幾點幾分 幾點幾分 要通多久 要做什麼 後面要通什麼氣體 壓力是多少 對了 有些高位乳管 它還需要 抽真空 它需要在低壓的環境 進行撥破成績 那它就會多一個系統 叫做真空系統 它需要有一個抽氣裝置 把 整個槍底 的氣壓 這樣 要把氣抽中 來抽真空 所以 如果是真空乳管 它還多一個裝置 就是 抽真空的真空系統 這個 也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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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跑向場 為什麼打 這個會出現任務技 蛤蠻蠻 為什麼 如果還會跑出 對頭子 欸 奇怪 不怕 可能是 打分的是 怪貓的 怪貓的 魔貓的魔貓 就是 要 還可以 讓一 啊 這是魯碗,這就是荊州 整個荊州連著這一個 這裡有整條荊州 然後 荊州要放在荊州上面 不過他這裡還沒有放上荊州 荊州出現了 上面有荊州 這就是承載荊州的 這就是爐關口 這是承載裝置 上面放荊州,荊州上面放荊圓 這承載荊州會把荊圓送到爐關裡面 這一個最後就是把爐關口封住 所以會有一個承載裝置 這是封住爐關口的 所以他會送進去,把它通起來 進行加熱 這是基本的爐關 哇,這電腦太老舊了吧 竟然還是這種 這是幾十年線啊 豆瓷系統嗎 就這樣,好,這個很棒 這剛剛就是爐關的權報 爐關口,然後爐關在裡面 然後荊州放晶圓,整個承載系統 到時候送進去升溫 然後進行製程之後 降溫再把它拿出來 再把它金桌放下來 金桌放下來之後呢 沒有用的時候,這個 關口會把它關起來 要把它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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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槍頂,需要低壓的環境 又需要多一個針鋒系統 就是多一個邦輔和馬氣 還要的 好,讓裡面的氣壓再密 那爐關有分水瓶爐關跟錘子爐關的兩種 那直立式的爐關跟水瓶管差一個什麼 直立式的,它的佔用的面積比較小 因為水瓶式的,既然是水瓶放下來 它佔用的面積比較大 錘子式的,從鳥太看下來 它的體積就很小 好處是什麼呢 前面講過,無塵式的招架很貴 無塵式裡面寸五寸金 所以錘子爐能夠佔用的空間 變小越好 這樣大家可以放進更多的吉堂 所以東坦都會希望錘子爐的體積 希望你能夠變小越好 所以第一個 錘子爐關,直立式的爐關 水瓶爐關的地方就是它的面積小 直立的面積小 水瓶所佔的面積大 立起來就是面積小 第二個,唯利污染的第一 為什麼 因為唯利的顆粒 基本上都是從上面 往下掉下來的 根據低吸引力 唯利只要出現 通常就是從高處往低處落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水瓶爐關 每一片圍頭都是這樣的話 那唯利掉下來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沾到每一片金額上面 認真的不知道 假設今天有很多個唯利要掉下來 假設爐管裡面有唯利 或是通了氣體裡面 你的氣體不純 氣體裡面有唯利 所以只要往牆裡面有唯利 你這個唯利就會亂飄 那就可能會造成什麼呢 對於水瓶爐管而言 唯利就會碰到 不可能的金額上面 可是如果你是直立式的話呢 只要出現唯利掉下來 就掉在一片上面 第一片就好像是下面 很多片的保護層 所以唯利只要掉下來 大家都被第一片金額給承受住了 那第一片 你搞不好可以放一個測試片 就是它不是你政治要做金額的 政治要做檔片 檔片 就是 它不是真正要拿來製造電路的金額 是用來製成 為了製成更不定的輔助片 不然第一片來擋住所有的唯利汙染 那它的唯利汙染就比較低 因為它全部都在第一片就可以接觸這個汙染 讓這個唯利不會繼續往下好 然後再來能處理大量的金額 我覺得這個水平跟垂直都一樣 水平跟垂直都可以處理大量的金額 那金額訊號為了 金額訊號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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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差異最大的就是 面積跟迴力汙染 這才是主要的 其他的基本上兩個都可以拿到一樣的 兩個都有機會拿到一樣的 那高溫物裡面的零件 最主要是用石銀製成 因為石銀才能耐高溫 那石銀就是單金的二氧化形 而石銀的容量有多少呢 來看一下 石銀的容量高達第七天六百五 石銀的容量比細的容量還要高 石銀的容量比細的容量還要高 這要知道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容解實力很 你用的那個載機座 你可以用石銀 因為細融化了 石銀都還沒融化 所以通常石銀通常可以拿來當乾鍋石銀 所以呢高溫物裡面 大二分的材料都需要耐高溫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使用石銀來製造 石銀來製造 包含金圓裡面的金粥 然後呢 金粥的存在架 跟整個槍嶺 整個爐管的圓圈槍嶺 也都是石銀構成的 石銀構成的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碳化石 但是因為它比較貴 也比較重 所以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是使用石銀 碳化石也可以 但是目前是一致高的 秀和斗化石銀 那剛好過 控制性裡面呢 就是要控制晶圓的裝載卸展 以及每一步 升溫、空氣體、降溫等每一步的處理時間 以及你的升溫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然後氣體的流量要流進去多快 多少 然後已經包含那個過程中 它會記錄 它會記錄從一開始的製造過程中到結束過程中 每一個時間點它的溫度 它的氣體、流量 它都可以記錄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 它可以控制晶圓溫度的升溫 但它無法分之降減 因為你沒有給它降減的武器啊 請問它要怎麼降減 熱要怎樣傳遞 熱的傳遞 三的五 傳導對流輻射 傳導是要怎樣 要接觸 它熱才能夠流過去嘛 從不度高往低溫度地方流 對流一般講的是液體 或是你可以講是空氣的對流也可以 空氣的對流也可以 它會造成熱 它會造成什麼 輻射 熱輻射 那爐管裡面你會看到 爐管它不可能丟一個低溫的東西 進去幫它降溫 所以爐管的降溫只能靠它自然的熱過散 自然的靠氣體的熱對流 靠溫度的輻射給降溫 所以爐管降溫 滿 像早期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今天要去長個二氧化系 我們要需要升到一千百呼吸 就坐在那邊升溫 等升溫 然後呢 升溫 身上去花了半導體 然後製成溫度 下我們做了一小時的氧化 一小時結束之後 按降溫 接著叫我們三到四個小時 溫度才會降下來 我們才可以再爐管 拿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們都要趕在 什麼呢 趕在早上十點前 甚至九點段開始做實驗 為什麼 因爲這樣才有機會 自成做完了 安定降溫 我們就可以出去吃午餐 因爲這樣降溫過程中 沒有要進行自成 就只等他嘛 我們幹嘛在現場等 我們就出去吃個飯 吃個飯 睡個午覺 睡一下 回來 看降溫時長到晚 再來收館子 就這樣 如果你晚點做 你就會叫我吃午餐 因為價格很滿 所以 每一個微工器 每一個裝置都需要有一個微工器去控制它 用電腦去控制每一個界面 然後呢 氣體呢 基本上是有氣體 或者是除氣槽 除氣槽呢 會有一個控制板 會有一個控制板 這個板是控制開關 這個板是控制開關 而這個呢 是控制流量 流量 這個稱作為 直量流量控制器 這個 直量流量控制器 MMC就是 直量流量控制器 Mess Pro Control Mess Pro Control 它是直量控制器 也就是說 這個只有開空關而已 就是有開 有關 有沒有打開 有沒有關起來 而氣體流出來之後呢 當這個 氣體一衝出來 你要讓它充很多過去 還是充少很多過去 就靠它 這裡面有個蝴蝶法 氣體在過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控制這個法口 要大還是小 法口完全打開來 它氣體就充得不快 法口很小一點 那就充得比較慢 就充得比較慢 所以有問題是控制流量 這個就是要用電腦去控制 電腦可以控制這個開關 以及這個流量法 來控制你要控的氣體的速度 每單位時間 要從多少體積的氣體進去 這是控制流量法 這次別人再控制 那重改系統 大家講過的 就是用來承擔經緣的 經緣的Low-in 的Low-out 我們是不是有Low-in 的Low-out 好 再來 氣體的開放系統不重要 因為今天如果是氧化製成 氧化製成通常通的氣體就是氧氣 那氧氣通到我管內 部分的氧灰跟新晶圓 加熱還會變成二氧化系 它總是會有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沒有反應完的氣體怎麼辦 今天是氧氣 你會說我想害怕 那假設今天通的氣體是氫氣呢 氧化有用到氏氣喔 氧化可以用到氧氣 也會用到氫氣 那氫氣如果沒有反應了 怎麼辦 就是氧氣出來 亂排放出來嘛 你要知道氫氣是會爆炸的 氫氣控制不好是會爆炸的 甚至還有一些氣體是有毒的污染物 有毒的污染物 比如說 那個 ASH5 或是 PBH3 這種 還有紅 還有磷 還有聖 的氫化物 它是氣體 通常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或者是反應完後的浮產物 我排出的氣體 全部都會進入排放氣筒 全部這些氣體會 統一的抽到 排放氣筒 排到哪裡呢 排到一個燃燒箱裡面 排到燃燒箱裡面 將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燒掉 燒掉 就是消耗掉 把它燃燒完 消耗掉就會變成無毒的氣體 那無毒的氣體 才有機會 排放到 空氣中 這個樣子 所以 基本上 所有的爐管 所有的高溫 或是加熱牆裡 都會配有燃燒箱 是怎樣呢 是將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或者是自身中的副產物 全部都排到燃燒箱裡面去 燃燒 把它無毒化 或是把它消耗完 變成無毒的二氧化碳 或是無毒的各種副產物氣體 氮氣啊 這種東西 然後反應完之後呢 再排出去 再慢慢白色裡面出來 這個樣子 那 有的時候呢 萬一你的燃燒過程中 會有一些 部體的副產物 或者是產生微粒怎麼辦 燃燒箱裡面 還出來 氣體在跑出來的時候 還在經過洗滌器 就是殺水 就是我反應出來 燃燒出來的氣體 裡面可能還會有 PA2.5 可能會有微粒汙 那這樣排出去之前呢 再來使用洗滌器 也就是怎樣呢 加可以溶解於水的這些物質 全部都罷免成水龍液 然後之後去做污水球衣 然後盡量讓排出去的氣體 是乾淨的氣體 而有濃動污染的氣體 大部分都會溶解在水裡面 所以會經過洗滌器 這樣子 然後最後才會加 沒有濃動的 也沒有具有腐蝕性的氣體 在經過燃燒箱燃燒完 又經過水龍液 把人減掉之後 剩下無毒 無腐蝕性的氣體 在電台放到大氣體 所以就知道 身為一個有良心的半導體製造業者 這些環境污染 改善所需要的這些設備 都要拿大氣體去 所以一個半導體廠的廢水廢氣 這些廢棄物的處理很重要 因為它每天都是幾空盾幾空盾的在用 你要知道 烏城市裡面的水 幾乎是20小時在裡面 而且是同時有好多個槍體 好多個基座一起在用 所以它耗的水很大 它耗的氣體也很多 它耗的氣體 所以如果這些氣體 如果沒有經過四般的環保處理 無毒化 你就知道它會造成有多多大的環境的損害 那這裡我們台灣的大部分 今天大概我們會做得很好 聲音做得很大的同時 環境也不太難 那這裡就是Garden 水平入管的思議圖 跟垂直入管 垂直入管 垂直入管就是這樣子上去一下 垂直的上下 水平入管就是水平的進駐 然後垂直就是垂直的進駐 所以垂直的截面積比較小 水平是看下去的截面積比較慢 所以水平佔的面積比較慢 水平佔的面積比較慢 水平佔的面積比較小 那看完剛剛的影片之後 再看電站看得懂 螺管在這裡面 然後呢這裡是等 螺管要出來的時候 出來了之後的空間 螺管這樣出來 螺管就會拉出來 然後推進去 螺管就會推進去 所以螺管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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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垂直入管 垂直入管 螺管是垂直上下的 垂直上下的 然後所以呢 它是坐在高的地方 你看不太大 看不太大 那這裡就是垂直入管的吸引 一樣 它其實是加水平的東西 給力起來一樣 然後一樣 加熱線圈分三組 中間的管頭跟管尾 各有三組加熱器 以及控制加熱器的感測器 跟加熱線圈 然後電腦可以控制 你要升溫的功率 普通的電流要大還是要小 加熱要快還是要慢 然後呢 晶圓呢 從機器手臂 從機座 插體去跑進去 等全部放滿之後呢 這個整個再沈 再進去 沈再進去之後 加熱 加熱度度到的時候呢 製成氣體 就會將氣體衝進去 然後全部經過高溫 化學作用之後 涼化啊 退火啊什麼的 結束之後呢 氣體再把它轉換 成一般的氮氣 然後再把爐管推出來 這個樣子 這就是一個適應 那如果你要抽真空的話 就會有一個壓力固定器 然後會有一個抽性的裝置 把裡面的前抽搖 好 接著就是要講氣體的部分了 晶圓不論是要進去入管 或是出來入管 都是很緩慢的移動 為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 固體會所謂 肋脹冷縮 所有固體都會有它的膨脹技術 肋脹冷縮 如果今天 你的溫差 突然就給它很大 就好像這位COSTA的溫暖一樣 它就很容易脆化 甚至會扭曲變形 晶圓只要扭曲變形 自動對準系統 就會對不準 那它就爆笑了 所以如果你的晶圓產生了彎曲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Banding彎曲的 因為加入了膨脹 你進去高溫太快 從室溫到高溫太快進去 它就瞬間要膨脹 然後表面跟內部的溫度 還不一致的時候呢 它膨脹起來的程度不同 晶圓就會彎曲 或是從高溫到室溫的時候 你瞬間的把它打出來 哇 外面突然間 變到室溫的環境 可是晶圓的內部還是高溫 它就會變成外面要縮了 裡面還沒縮 那就會 也會彎曲 只要晶圓一彎曲 這邊晶圓就爆飛了 因為在後面的黃光對準系統 它就對不準 它就沒辦法對準它了 表面的圖外也會Banding 那Banding只要UY的話 那UY可能就是 數十個Nm或是micron 或是micron meter冷極 那它就會變成外面 所以晶圓一彎 會產生很強大的熱力 所以要緩慢的進去 跟緩慢的出來 從室溫到高溫 都是慢 多慢 多慢 很慢 慢到什麼呢 剛才講的那段長度 你按它播音進去 過了整個金鐘 過了要進去就要播音 播音進去 可能要花個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播號出來也要等個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所以假如我吃完飯回來 它沒播號出來 你就說 應該再買杯針 跟它喝一下 再進來 我就在這邊等 等它慢慢 慢慢的 真的就是這麼慢 就這樣慢慢去管 所有人在幫忙 它比我這個速度還要慢 你也可以換一點 但是你不要承擔 金魚團就會 彎群的後果 這個是現在的 像早期我都等不及 我的庫光都是手動對準 不是用機器對準 機器對準 威格就很重要 只要你的尺寸 彎群都超過威格了 機器都對不準了 那像我早期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是能夠手動用顯微鏡去對準它 那有時候就不想等 我就直接拿個吸管 一乾淨洞 直接把整個金周 就直接退到我外面 蓋起來 吃飯 回來 一乾淨洞再抽出來 但是我不會這麼神經病 白癡的就直接從室門退進去 通常都會是這樣 金周放在乳管口 因為乳管口的溫度 所以我畢竟比外面的溫度很高 支體裡面的溫度很低 所以一般都會這樣 金周放在乳管口 放個五分鐘 慢慢慢慢 垃圾的 我再一乾進去 這樣會很麻煩 學長會說要慢慢就進去 慢慢進去 等我變成學長 我就變成 不急進去卻有關 因為學校做實驗 學校做的東西 不要跟驗天競爭 會這樣喬舒服 有效果 好 當然真話 可是如果是自動化系統 就沒有辦法 因為自動化系統 你只能等 他就不讓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就只要等 所以高科技就是 他會自動化 但是你沒不敢走 因為他沒有進去啊 他還沒有進去之前 或是行過任何事情 你人不在就回 所以你要在那邊 親眼目睹他進去 這樣子 好 那 氧化是整個加熱過程中 我們最造成的宇宙 他一種添加製成 因為他添加了什麼呢 他將氧氣添加進去 然後跟蜥產生了二氧化系 所以這個二氧化系 會叫做成長二氧化系 因為二氧化系的生成 會用到 他的蜥來自於 蜥晶圓這個原材料 所以有利用到原材料 所產生的薄膜 就稱之為成長 所以這叫做 成長二氧化系 所以這個蜥來自於 然後這歐度來自於外用 給他的氧 產生白硬之後 就變成了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的氧化是個什麼步驟呢 他就是氧 到了細晶圓表面之後 跟細晶圓表面產生二氧化系 然後就產生了低層薄膜 那後來的氧怎麼辦呢 後來的氧是 跑到二氧化系的薄膜表面之後 然後融進去 穿刀到裡面 擴散進去二氧化系層 擴散進去二氧化系層 擴散到細的表面後 再跟細裡面的表面 再氧化 再生成新的一層二氧化系 然後呢 後面的氧 再透過前面生成出來的二氧化系 再過散穿越 鑽到 碰到細再滑 所以氧化過程它進來上次兩階段吧 第一階段是什麼呢 氧氣必須要鑽進二氧化系裡面 然後擴散到表面 所以它先要第一個擴散進去 直到氧通道細 它才開始產生化學環境 甚至新的二氧化系層 所以整個二氧化系層的產生氧化是哪裡在氧化 是細的表面在氧化 所以細的消耗是一直往內部消耗 一直往內部消耗 而越往內部消耗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才是最新的那樣化系 越表面的二氧化系 是越舊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所以這是成長 它的成長是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所以二氧化系的成長 是往內部不斷的生長出來 而生長出來的就繼續往後來 膨脹 所以 細菌的表面這樣過來了 就會消耗部分的施力疼 所以施力疼會消耗喔 施力疼會消耗 然後二氧化系的原子密度 比較爽 比較爽 所以基金會比較大 二氧化系的基金比施力疼的基金來的大 所以會產生二氧化系 所以產生這樣的二氧化系 會消耗掉部分的施力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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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消耗的比例 將近的比例 大約是四十七、五十三 所以四十七、五十三 後面大家會想到 如果你很南京就講 要長兩Nm的這兩氧化系 會消耗掉將近一Nm的施力疼 所以 如果你長出來的厚度是兩Nm 你消耗掉的施力疼 就將近一Nm 就這樣 就這樣 長出來二氧化系 你所消耗掉的施力疼 跟Tono的後部 這裡差不多接近一Nm 消耗的施力疼 後部 跟最後的 大概消耗掉將近一半 然後呢 後面的氧再過來 他就必須跑到表面之後 再鑽進來 鑽到哪裡呢 鑽到這個C的表面 然後呢 繼續再氧化出 新的二氧化系出來 然後呢 因為是膨脹了 因為二氧化系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呢 你越長 你通通的後部會 你通通的後部會越來越厚 但是 施力可能的界面會越來越像 所以你站出來的後部 可能是這個樣子 應該說你的施力可能只剩下這個樣子 可是你氧化出來的 這是你原本施力的規律 你消耗了這麼多 長出這麼多出來 你可能長這麼多 所以 你消耗了這麼多的施力可能 長出了這麼多的隔氧化系出來 所以你的表面是一直要往上一動 等一下應該說你的最上面的 上表面是越來越膨脹 是越來越突出來的 所以氧化過後你的施力是變厚 送去隔氧化裡面 你氧化出來的施力是變厚 因為二氧化系的體積比C可能體積來不大 這樣子 大家要知道 所以 氧化過程中的氧 是來自於氧化系 系來自於你自己的系基因 所以在這場氧化系的時候呢 就會消耗掉基板上的系 會消耗基板上的系 和消耗的比例 這裡有限 55比45 55比45 也就是說 你成長 100Nm的二氧化系 會消耗45Nm的系 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 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 會消耗45Nm的系 那55比45有時候可能不好記 那如果你不求那麼精準的話 你就想 其實就將近1比1 將近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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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出來的厚度 跟你消耗的厚度 接近1比1 所以你就知道 100Nm 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 會消耗45Nm的二氧化系 要成長主體版Nm的二氧化系 要成長主體版Nm的二氧化系 就這樣 好 這邊休息一下 好